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的谷 这个国家在整个经济走向巨大崩溃 在今天推特上出现一个女人做那种生意的 她拿出了2023年的报税单 她的报税2023年的收入报税减少了63% 她说这个还没生意了 这行业要没有生意了 那就是温饱思淫欲 所以当人们吃不饱的时候 这个行业就完了 她有她的一些列举的本身的内容 有些人说它是假的 或者有些人说这个说那什么样都有 但是她自己讲述的就是说 我可以给你对比 2023年收入营收减少了63% 那63%她挣的额度蛮高的 但是可能她的工作需要一些费用也就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争论比较多的东西 另外一个星巴克 那星巴克的收入呢出现了问题 星巴克的收入出现了问题 因为在同样在咖啡的概念当中呢 很多人在生活出现状况的时候 一些能够帮你理财的人就说 你要在家里买咖啡 在家里做咖啡 你不要到外面去喝这个星巴克的咖啡 星巴克咖啡现在一杯咖啡 如果你在高速公路的服务站去买 五六块钱 普通咖啡三块多钱 很贵的 真的很贵 它原来一块多钱 所以都是达不往上走的 那这个水平五六块钱的水平 快赶上 快奔着瑞士去 瑞士曾经 大概那是 十五六年前 当时的瑞士一杯咖啡 星巴克的咖啡 七块八欧元 但瑞士跟美国 这是大家消费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一个迹象就是 美国的房地产 现在依然认为会暴跌 一些不是主流的人 就不是主流的人 意思就是 华尔街啊 什么这些 CMBC啊 这些人 有时候 通常说骗子 就像我们说巴菲特 巴菲特说了半天 他就是骗子 对不对 那个 做那种生意的女人 2023年 2023年 营收 少了63% 巴菲特 挣了112亿 挣了39% 这个 这事就 这事就 所以 其实造成 做做那种生意的 女人 挣不着钱的原因 就是巴菲特 他们挣钱 就是 就是在把所有人都打向 去做皮肉生意的那种 因为他没有别的生意可做 没有 中产阶级小 中小产阶级全都崩溃了 那这是一个 北美社会的基础 那另外一个标志呢 在美加边界 美国跟加拿大边界 无人过境 双方都无人过境 人们没有旅行了 原来周末不是 原来周末他就会排队的 你周末现在没有车 没有人 两侧都没有 那这就是 这是普通人 没有了正常 没有了普通的周末生活 真的没有普通的周末生活 这就出现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标志 那我跟大家举的这几个例子呢 喝咖啡 对不对 过边界去到 去玩 然后去消费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女人那样的生意没有了 就完了 这是真真正正的完了 一个汉堡包 有这么大 真的他还OK了 你要吃美当劳这么大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所以在我眼睛里 我也认为 我个人以为你看着 就等着 完全崩掉 完全崩掉 那对于中国人来讲 华人呢 很多 跟他的消费和消费习惯 和一些来到北美的华人 他们很多在用国内的钱 对吧 在用微信支付啊 用这些东西 支付 用国内钱 但是华人社区的本身 他的 就是 他的份额 还是很小的 就营造这么一批 像在加拿大美国 营造这么一批 还尚可消费的人 但这些尚可消费的人 是那么一个层面 就那么一批人 那这批人呢 比如说 买奢侈品啊 买什么这 是这样 但是上期节目跟大家解释了 在当地知道 很多一些餐馆的老板 卖房的人 都知道涛哥 所以他们特别是 做餐馆的 没声音 他说涛哥真的很难啊 这个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原因就是 只靠留学生 靠这些国内的人 去支付的消费 中党以上的餐馆 那最好的餐馆没事 但中党偏上的餐馆 全都不理 他想什么办法也没有用 人们不消费 那在人们不消费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 你现在看到 这是彭博社讲的 每分钟印钞 美联储 每分钟印钞 200万美元 这个吓死人的 吓死人的 普通老百姓没钱了 政府在拼命印钞 为什么拼命印钞 是因为在投资上 出现了巨大的麻烦 人们害怕 所以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那个比特币 哪儿那么卡上下几千块钱 这么 全给拉死了 就是想一小博大的人 几乎都 粉身碎骨 而谁能操纵这些呢 就是巴菲特这些 因为他有太多了 金融体系的衍生产品 那金融体系的衍生产品 他的钓鱼就是一小博大 而实际呢 是大鱼把虾米全吃了 小鱼都没了 大鱼吃中鱼 中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现在是大鱼直接吃虾米 中间没了 就像这个中产阶级没了 所以你看股市 我跟大家一直解释 斜了门了 股市往上顶着涨 这个通货膨胀往上涨 印钞拼命运 房价掉不下来 这都是谁跟谁啊 这都是 开赌场的 庄稼 和在盘子里欺诈的是一伙人 完全一会儿 完全破坏了赌场的规矩 所以赌场也在做最后一把 大家全往死了赌 往死了赌 所以赌场已经不成为游戏了 已经成为真正改变命运的场所 那为什么出现前所未有的速度印钞呢 彭博社讲是因为人们对真正的投资市场全害怕了 所以转投有太多的人转投美国国债 当转投美国国债去买美国国债的时候 他不就打赌美国政府吗 美国政府一定要倒闭了 对不对 我就只能打赌美国政府了 那美国国债就 那美国政府就得给利息 所以就应对利息每分钟200万美元 那你要这么着中产阶级没了 全是虚的 一切都是虚的 政府是不是虚的 政府是虚的 那么股市也是虚的 全是虚的 那你就撤肚子了 所以这个 对吧 那头他就每分钟发200万 每分钟印200万美元 就发这个利息 星巴克没人喝咖啡了 没人过境了 这都是普通老百姓 在外头赚身体钱的人 怎么挣不着钱了 他们都打折了 对不对 那你就 这就代明两种力量在扯崩 最下层的普通人 他终于是大叔 和上层极少数富有的人 这个印钞 这个钱可能是 极少数富有的人 对吧 如果你连面包都吃不起了 你上哪去 你还买国债 另外一个 这都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就是很简单的故事 美国传奇的预测家 说股市将暴跌30% 投资人要准备好 这个老头呢 这篇内容 他就讲是来自于商业周刊 The Business Insight 他在那写了一篇文章 大概今天是星期 今天星期三 他大概星期一写的 原文在那里 他就讲说 他说你现在的股市的概念 不正常 股市跟比特币的增长 在为着暴跌 做着准备 这是暴跌的前兆 那这个说法 跟穷爸爸 富爸爸的说法 那些另类投资者的说法 是一样的 跟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澳洲的投资家 那个教授讲的是一样 美国出现了一种 完全畸形状况 其实巴菲特 自己讲的也很清楚 对不对 他说通货膨胀太高 那失业率呢 你失业率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就业率 本身有问题的 那些人都上哪去就业了 他都没有这种细分的东西 没有真正负责的东西 也就变成了 今天的专家 全是下套的 全玩套子 全想把人给套子 那这篇内容呢 这个老人就认为呢 股市会出现暴跌 股票跟比特币 叫风险资产出现上涨 这是套售 就是有人在骗 那而就业市场疲软 他说出现暴跌30% 他说我以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市场的过度投机 所造成的 企业招募的这个规模在减小 就业市场明显下滑 他说明显下滑 他说这个原因就跟这个 疫情起点有关 留下的员工 能够留下的员工 跟当时疫情状况 跟他所需要的员工 不匹配 数量不匹配 他说11月里会达到7% 那会对美国人造成严重打击 那现在人们 他大概到三月 在三月份的时候 人们因为疫情相应储蓄了一些 储蓄没有了 钱都花光 这咋看吧 所以到了四月份 就出现非常明显的疲软状况 跟四月份交税 同样是 报税是有关的 失业率三月份达到两年的高点 而利率的高利率持续呢 在压迫 然后他提到说 对市场逆风看跌的观点文明 他先前曾经提到过 其他一些类似的说法 但是呢 他认为暴跌 还有一个更可怕 就是操盘 就是操盘的人 巴菲特 巴菲特手里头 现在拿着现金 你看美元暴跌 他手里拿着现金 1890亿美元现金 他不进入股票市场 他不进入投机市场 所以认为 他在等待着年底的 30%的暴跌 这是前后 就是这么讲述的了 巴菲特握有现金 空前记录 1890亿美元 囤积现金 是因为他看空股市 那里面 这是他在 这个星期一的这个股灰 星期日股东大会上 有着类似的表达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那他的讲话 我个人是不相信的 我以为他就是 今天麻烦的制造者之一 对吧 所以当我们把民间 你眼前看到东西 跟实际上政府的 所作所为的报道东西 所以大家准备好 说句实在话 准备好 你现在入不复出的人 家里靠 你比如说 你有几套房子 就是靠这种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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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的收入 跟你的支出 每月平均支出 完全紧合在一起的人 是最危险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